孩子们透过采接游社区的模式 走访耶诞布景 以及万金圣母圣殿周边的 马槽艺术装置 结合赤山爱阅读 乡土教育课程 期盼借此了解在地宗教信仰 以及文化意涵 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耶诞氛围 刚好我们有节庆 刚好有相关绘本 那刚好也配合这个 万金圣母圣殿 它的一些在周遭环境 因为他们本身就有圣诞季 的活动 所以我们就会有设计 这样子的课程主题 然后把小孩子带出来 带到我们社区 万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强调 近年来社区与教会 及地方学校结合 将属于在地的文化活动 透过教育产业及观光的模式推广 希望让文化深耕下一代 也能让到访村里的游客 了解地方重要的信仰文化 社区从12月开始 就跟教会这边做结合 除了一开始我们有近村 就是金可应的近村活动以外 也包含了我们现在圣母游行 然后一直到12月25号的圣诞活动 那其实圣诞活动 其实要带给小朋友 就是一个圣家的利益 从神洛舍 甚至玛利亚跟耶稣 这个圣家精神的一个延伸 希望一个小朋友 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理念 跟宗教信仰的一个文化 现在万金社区家家户户街 摆上多样的圣诞装饰 万金圣母圣地周边 也有许多大型艺术装置 等待民众来探索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永远来万金踩踏 除了喜迎耶诞 也能游览乡村街景 感受万金社区的宗教文化魅力 记住不一听方家龙采访报道